延期間發生的打架鬥歐事件 警方在林業偵訊之後呢 在今天早上已經將綽號超哥的Youtuber 直接送到大安分局來 在路上他碰到任何的疑問都沒有多做發言 我們來看稍早的畫面 你覺得他是故意到店裡面去找你查嗎 為什麼要在小孩面前動手啊 身為網紅做出這樣的行為有要道歉嗎 你不覺得自己做的是不對的事情嗎 其實這名Youtuber在這個晚上的時候 原本是夜間停止偵訊的情形 但是到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他睡醒了之後主動就向警方表示說 他要接受筆錄偵訊 那麼在整起事件呢 被打的另外一位Youtuber流星男子 他其實也去驗傷了 發現他的傷勢都是在頭部的附近 所以也提告殺人未遂的罪名 那麼另外還有提告他組織犯罪 因為他覺得他當時被打的時候 不是只有一個人被打 他感覺到非常多隻的手來打他 那整起事件呢 是由於這個綽號Toysy的Youtuber呢 直接到他的店裡面去用餐 那用餐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有對餐點多有批評喔 雙方在店裡面其實就已經 講話的時候就非常火爆 沒有想到到最後的時候 變成在店門口大打出手 好幾次